噁心,真的看回片才看到充電線扭著了 放心,這一套不是親孖眼筒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之大國際 大家好,小弟就決定大膽開拍一個新的片種 就是分享一下我平時會怎樣穿搭 或者是我買了什麼衣服 說真的,看得我久的觀眾都知道我平時穿衣服是隨便穿的 都是最近才被朋友開啟了我這個親衣的按鈕 一開始啟了就回不了頭了 不過我就是剛剛才開始而已 所以不會有什麼大師級的分享 純粹和大家交流一下 如果你們有什麼好衣服鞋物、店舖 記得留言告訴我,有惡者是IG direct我 IG direct通常都會回得快一點 頭盔就戴完了,今次就跟大家分享五套 都是春夏季的衣服 最近我穿得比較闊身 因為闊身,肥又不怕 然後瘦也很帥 所以我就很喜歡 好,開始 首先就是一道全黑的 當我懶惰或者想不到穿什麼好的時候 通常就會直接這樣穿 一件闊身的黑色T,再加一條大大袋的闊短褲 通常都會穿對白襪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想全黑的話 穿對黑襪都應該沒死的 鞋方面因為本人窮沒有去買高筒款 但是穿了之前在澳洲買的 Nike Cost Over Jun-Tekahashi 的黑色球鞋 感覺都應該不差 雖然會有更好的選擇 嘩,真是看回片才看到充電線扭著了 接著就是灰色通網上會比較斯文的一套 灰色洗水長袖T一件 這件其實就這樣Solo穿都已經挺夠做的 再加一件少少蓉面 兩個大袋 不知道你們會叫做背心還是馬甲的背心 一條不花巧的黑色調的褲 都是穿白襪 然後再加多一對Hotkart 我呢我呢 那就斯文了 還有少少Vintage的味道 如果想戴帽的話 其實可以試試這個 很容易網絡變成癌症病人的漁膚帽 接著這套的Vintage味道就再重一點了 用綠色和卡其色為主 裡面是一件Oversize的卡其色T 外面就是一件綠色加卡其色的拼布背心 褲呢就是一條闊腳的綠色長褲 因為盡量想跟同一個顏色 所以我褲都會用卡其色的 鞋的話就一定會用一些白頭鞋 那一定是斯文 上次去Label那裏拍攝 我是穿了一對深藍色的Consi 但如果很想用同一個顏色的話 我會穿回卡其色的 但是就應該不會穿同一顏色的褲 有少少拿馬一塊的款式 懶人戴帽的話 我就會戴布童帽 這樣就很Vintage 放心啊這一套不是穿孖眼通 最近很拿熱 大家都知道了 那一開始就想有短褲短衣的穿搭 想有些Layer又最靈活 我相信都是褲衣 Sorry 我知道其實是背心 但是你們讓我過了 裡面一件最不吸熱的白色T恤 外面都是一件白色闊身款的褲衣 盡量兩層Layer都不要那麼熱 褲的話本身想黑短的 但是不想黑白那麼死固固呢 穿回卡其色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那麼輕鬆的上身 最後就是涼蟹 HOKKA是出了對我覺得好型又好省錢的涼蟹 因為只要穿不同顏色的襪子 你就好像買了不同顏色的鞋 那怎樣配襯都可以 最後一套就是卡其色的中袖衣 然後裡面就盡量穿一件薄一點的白T恤 這件東西你只穿它的話 你焗汗焗死你了 因為衣服透透的 如果其他顏色混合出來 我不敢保證什麼樣 哎呀 一條綠色的多袋短褲 因為上身都是一個不會裝東西的大袋 那條褲多些袋都不怕成身袋 還真的可以多些位置袋東西 那襪方面夠薑又穿橙色 而鞋呢 對不起又是HOKKA 真的不是廣告啊 但是它出了好幾款鞋 我都覺得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沒法子了 到時候找到什麼好的鞋 再跟大家再說吧 另外就是朋友傳授的知識 長褲就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如果短褲的話 你對襪子最好穿厚一點 如果不是太薄的話 看下去的感覺就怪怪的 如果懶想戴帽的話 我就會戴一些卡奇式的CAD帽 但是最近我朋友設計了一頂 我叫他做敏大人的漁夫帽 就是那條繩子的那種 那他就是之前幫我畫一個 Rig & EG的設計師 先幫他宣傳一下 因為這頂我也覺得挺漂亮的 還有之前我戴這一頂的時候 就被Koei姐說我像日本的小學生 那現在加多條帶應該就不像了吧 小弟第一次襯傷害片就給大家了 全部都是我的個人意見 大家請多多指教 原諒我那些很生眼的姿勢動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參考 也不用一定要跟著什麼品牌的型號 同類又同款的產品 外面應該很容易找到的 還有不一定要什麼大品牌 雜牌我覺得都可以襯得挺漂亮的 我自己覺得啦 記住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好的衣服 是不是介紹或者是店舖介紹 就記得留言說 我知道又或者是IG Direct我 Direct會複得快一點 複不切都一定會看的 不知道大家有喜歡不喜歡這類型的影片呢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告訴我你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那我就會繼續拍的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好多謝Callbase借了這麼漂亮的場地給我拍的 這裡真的很漂亮 如果大家想拍攝的話可以找他們 那下一條影片跟大家再見啦 拜拜 拜拜